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建议是通过你们的商联会 通过商联总会 把我们的资源集合在一起 做成几个好的平台 本身我觉得 社交媒体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让你一个人 有选择权 不过我一上网 在不同的平台 我能够有这个权利 发挥我想要说的东西 我们知道你们呢 面对许多挑战 随着营业成本越来越高 竞争越来越激烈 加上劳工市场非常紧缩 有些商家反映说 他们难以应付 不过长远道呢 有危机就有转机 今天研讨会的主题 设定为转型 你行我也行 福建话说 你能够有什么 我能够有什么 人方面呢 就是现在要懂得 培训人 试人 用人 怎样培养你的内部人才 我们中小型企业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操作 盈利驱动的模式 没有错啊 很多老板说 诶 赚钱什么 不是这个罪嘛 赚钱是必定要赚的 可是我们要移一下 我们应该把这个移到 品牌驱动为目标 而为中心 资料越来越多了之后呢 管理层的这个要求啊 很自动的也是会提高了 那么今天我的主题 就是网上的生意 好 我们想谈一谈 网上的生意 是不是到处是处处商机 因为我们知道科技 科技来讲 网机网络 是我们这一个年代 这个时代来讲 科技上转变的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还没有加入商业总会的商业会 我们欢迎你们加入 这样的话我们牵手一起合作 然后 呃 还有配合我们 建国发展局 还有各个政府部门呢 大家一起合作 把我们这个林底三场呢 搞得更好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